哈喽大家好 我是农民营养师 你要养生 来朋友们大家注意啊 这个绿色的植物啊 太有意思了 你看它不往这个地上涨 而是跟着这个光秃秃的树子啊 往上涨 当然啦 这肯定不是爬山虎的那种植物 因为啊 在这个时节啊 爬山虎 这个早就早 早已经又消苗了 没有了 而你看它还是这个绿油油的 这是什么植物呢 这个植物呢 叫长春藤 从它这个名字呢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一年四季啊 都是绿的 所以呢 它具有很高的这个观赏价值 有许多人呢 把它这个会把它种在这个家中 长春藤呢 又叫这个土古藤 钻天风 三角风 你看它的这个叶子啊 是三角形的啊 是三角形的 呃 还有啊 叫这个扇古风 呃 凤河泥藤 呃 阳长 阳长春藤 朋友们 你的家乡有这种植物吗 它属于五家科长春藤呢 这个属多年生长绿攀缘灌母 它能够做成盆栽放在家里 呃 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 会持续消化 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呃 以以醇等有害物质 而且呢 能够转化成氧气 呃 让空气中的负利子种素提高 对我们的健康啊 非常有益 今天我们就挖一颗回家 种在家里面 这个长长春藤呢 啊 分身非常的好养活啊 它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须根啊 放在这个花盆里啊 它就可以生长了 那么长春藤呢 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呢 同时呢 还具有较高的这个养生价值 冬天对我们有风湿腿痛的人来说啊 是很痛苦的时期 呃 我们呢 可以采采息这样的长春藤回家 呃 用它来煮水泡脚 呃 或者是热服疼痛的地方啊 呃 对缓解症状呢 是有帮助的 所以呢 在野外啊 呃 见到它可要留意它 呃 你还知道长春藤呢 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呃 关注评论区 呃 也可以啊 在评论区呢 畅所欲言 呃 关注评论点赞转发长按点赞呢 由我相帮 具体应用啊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呃 我是农民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点下关注 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